欢迎收看3月1号的财经PhotoPhoto 晚上好 我是威明 首先由股汇行情 虽然俄乌停火谈判未有重大进展 但亚太股市历经多天的震荡之后 周二迎来了喘息空间 去股市普遍向上 但马股表现欠佳 因为能源和蓝筹股沉压 重量级的联昌集团更是大跌了7% 拖累马股再度丢失1600点关口 全天下挫了11.84点至1596.44点 汇率部分 受油价稳定提振 马肥团美元上升至4.1920令吉 对于新元则是下降至3.0979令吉 接下来有企业部类MY单元 城上摩多代理的日产 近年来因为缺少杀手及新车款 而面对市场率节节下滑的问题 来到2022年 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 联昌研究就认为 城上摩多今年可能会引进日产GIS 加入目前由宝腾S50和本田HRV主导的 紧凑型SUV市场站为 并有机会成为推高城上摩多销量的主要车款 受日产市站下降 还有防疫封锁措施等等的影响 城上摩多过去两年都蒙受了亏损 联昌就估计 在前菜新车款的推动之下 该公司今年销量将会增长25% 加上国内经济复苏等等的利好推动 城上摩多2022年财政年将有望保住盈利 接着来看 全国资产第二大的银行联昌集团的消息 昨天CIMB就宣布了业绩报告时 为汇款失误拨备近3亿令吉 对于以上的操作 市场大感意外 这也拖累该公司股价今天一度大跌8%或者是44仙 降至5令吉27仙 写下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记录 必试时 联昌集团收报5令吉29仙 全天依然走低7%或者是42仙 跌幅为全场第四大 也是全场第二大热门股 全天刷下了7169万股的成交量 最后来看 原棕油价格 乌克兰是全球主要的葵花籽油出口国 由于该国栽到俄罗斯入侵 投资者就担心 职务油短缺问题加剧 纷纷转购原棕油为替代品 这也带动了大马延伸产品交易所的 原棕油期货全线大涨 其中刚刚才突破美工吨7000令吉的3月期货 今天就一口气大涨了719令吉 升上美工吨8170令吉报收 再次轻易改写历史新高记录 至于交投量最高的基准5月货 今天也大起了450令吉 涨至美工吨6749令吉 另外4月货也表现不俗 全天最高暴涨了663令吉 达到美工吨7435令吉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